快看,不要怀疑,AI可以帮你重现成风的回忆并赋予他们全新的生命 人们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被遗忘 你是否也渴望用照片为自己写下专属的回忆录呢?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这一集课程由我的AI语音助理Tala来帮大家讲课 让我们一起欢迎Tala 大家好,我是Tala 我的名字一指星光,就像星星指引方向 我希望成为你智慧的光源,为你带来直音与温暖 如果觉得我的语速太快,请自行调整 老夫人静静地坐在老旧的椅子上 背后是一面挂满老照片的墙 四周弥漫着淡淡的茉莉花香 窗外围光透过薄纱窗帘洒进来 映照在她手上的一张泛黄且不满划痕的照片 这是我和她第一次出游的照片 当时的我们都那么年轻,那么美好 照片是有形的回忆 但看着这些失去光彩的照片 她感叹道 难道这些珍贵的瞬间,真的只能留在记忆里吗? 您是否也有类似的遗憾 想修复珍贵的照片,却不知从何下手? 老夫人对自己低欲 或许,也还真的可以做到 接着,老夫人打开电脑上网查询 无意中看到Hipop Photopea的介绍 半信半疑地点进网站 试着了解Hipop Photopea的批示如何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这款AI工具功能强大 不仅能修复泛黄,有划痕的老照片 还能将模糊的影像转为高清画质 它的自动去背以及移除路人功能相当实用 搭配手动编辑与调整的选项 让每张珍贵照片都能完美呈现 无论是要让回忆重现光彩 或是AI绘图创作 这款工具都能轻松胜任 老夫人看着介绍,若有所思 这可能就是我的机会,试试看吧 老夫人看了一下她的费用标准 点选免费试用 下载安装到电脑 下载安装完成之后 老夫人打开Hipop Photopea 先试试修复功能吧 点选,图片画质修复 上传自己泛黄且充满画痕的照片 照片上传之后 Hipop Photopea会自动侦测试用模型 也可以自己手动点选要使用的模型 可以一次选择多个模型叠加使用 还可以自己选择解析度 如果不想要每次重新设定 可以在一开始,设定 这边调整预设值 直接变更汇出的图片格式 解析度,存档路径 如果看到这个符号 代表模型还没下载 要先点选下载就可以使用了 都设定好之后 点选,预览效果 就会开始修复照片 完成之后 滑鼠一道想放大的图片位置 滑动滚轮 就可以两边同步放大缩小 也可以点选这边 用滑鼠拖曳 做修复前后的对照比较 如果满意 点选 汇出 就可以了 一般预设的储存 入境在稀槽的图片资料夹里 接着 老夫人又尝试了黑白照片 转彩色的功能 她选择了一张旧时代的出油合照 软体自动便是选择了人链 超解析 黑白上色三个模型 老夫人还想要修复画痕 只要打开画痕修复就可以了 设定完成 一样按下预览效果 就会开始修复 可以根据结果调整 使用不同的模型 来修复不同的照片 每个模型下面 还有不同的细节可以选择 除了这九大模型之外 右上角这边还有一个功能 可以做裁切 旋转 上下左右近射 但是老夫人还想要更多的编辑功能 这次她就选择 AI图片编辑 先用九大照片修复模型修复照片 接着选择 调整 这里除了可以裁切 旋转 近射 还可以调整亮度 对比 饱和度 色温 色调等等 如果不想要那么复杂 也可以直接选择现成的滤镜 当老夫人看着Hip Hop PhotoP自动修复照片 将划痕渐渐消失 颜色恢复如新 她惊叹道 真像重新拍摄的一样 简直不可思议 活在AI的时代真好 刚刚那个是AI生成的旧照片 我们现在来看实际的照片 效果如何呢 这是文字模式 这是5年前用iPhone拍摄的照片 这是10年前用手机拍摄的照片 这是20年前用相机拍摄的照片 这是40几年前用相机拍摄的照片 照片本身如果越模糊 能修复的效果就越有限 AI虽然强大 但巧妇难为5米之吹 她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数据资料才能推算 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哦 虽然修复效果已经很好了 但老夫人深信追求完美 还是不满意 该怎么办呢 可以选用魔法变清晰的功能 上传图片 选择解析度 按预览效果就可以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 图片大小不能超过2000乘以2000 这次结果就令老夫人非常满意 虽然要等一会 但非常值得 老夫人热爱与朋友外出旅游拍照 但总被路人入境困扰 当她发现Hipop PhotoP 有移除路人的功能时 迫不及待地试用了几张照片 点选 物件移除 上传照片 先用选取工具框选不要的路人 再用笔刷工具选取细小的地方 如果不小心选错 可以使用橡皮擦擦除 选好之后 点选预览效果 路人就不见了 一按会出就可以保存照片了 效果令老夫人十分满意 但老夫人想要将照片修得更完美 她再道 AI图片增强功能 使用九大模型提升照片的解析度 绩效症颜色 老夫人在山中拍到一棵很特别的树木 想要做成自媒体贴文的背景 她点选 背景移除 上传照片 一下子就完成去背的功能 右手边还有一大排线程的背景 可以选择搭配 还可以自由移动或放大缩小 如果都不喜欢 也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做背景 老夫人轻松移除照片中的杂乱元素 背景变得纯净 焦点更为集中 质感瞬间提升 老夫人还经营着一家网络商店 过去 她需要租用专业的摄影棚拍摄商品 并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后期修图 然而 现在只需在灯光充足的环境下拍摄商品照片 透过Hipop Photopea的AI具备功能 即可快速移除背景 并替换为适合的背景风格 让商品呈现出专业的质感 这不仅省下了大量的时间与成本 还让她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老夫人看着修整后的作品 惊讶地说 这简直像是为杂志封面拍的 接着 老夫人进一步研究 发现Hipop Photopea除了修复编辑照片的功能之外 它还有AI绘图及AI写真的功能 点进 AI绘图 或 AI写真 可以看到许多现成的模型 老夫人很喜欢这张图片 但不喜欢她的风格 于是试了一图深图的功能 首先选择模型 上传参考图片 填入提示词 选择长宽笔及解析度 按下创作就可以了 老夫人试了迪士尼风格 吉普利风格 以及范古风格三种 真是太神奇了 一键搞定 老夫人看现代年轻人 都在为自己拍美美的沙龙罩 无奈年华一世 青春一去不复返 她拿出自己年轻时的美照 利用Hip Hop Photopee 做同款的功能 只要选择喜欢的模型 上传自己的照片 做同款就可以了 为自己圆一个梦 完成后 她翻看自己的作品集 笑容满面地说 这些照片 终于承载了 我想要的记忆与故事 透过Hip Hop Photopee 将照片修复及增强 将物件移除 及背景移除 还有编辑的功能 老夫人将陈锋的回忆重现 并赋予他们全新的生命 您是否也渴望用照片 为自己写下专属的回忆录呢 无论是修复泛黄的旧照片 还是为生活增添更多创意 这款AI工具 都能帮助您实现 快来尝试 这款功能强大的工具吧 将您的故事 以影像保存 让回忆历久迷新 立即下载使用 购买时 别忘了在产品购买结算界面 输入者扣码YTW 20享受专属优惠哦 轻松为回忆注入新生命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 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 感谢观看